哈喽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我是开始召唤凋零的小月 之前从箱子仙女那里得知 找到豆豆的关键在凋零身上 我就赶紧做好准备开始召唤它 现在就差最后一个凋零头颅没放了 现在还是有点紧张的 不知道待会该怎么战斗 不管了 为了豆豆 为了空的 我不能退缩 把头颅放上去 猫脸 凋零出街了 妈呀 声音好可怕 赶紧往后撤 直接冲上去打它 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不过这么久了 它好像没什么动机 也只飘在空中 难道这是只没有攻击性的凋零 直接拿我的无限弓射它 天哪 它爆发了 也太凶了吧 完全顶不住 赶紧把牛奶喝了 身上凋零的debuff太疼了 连牛奶都没喝完就凉凉 这可怎么办 我记得当初和阿阳打凋零的时候 没这么恐怖啊 难道说 在空岛地狱召唤出来的这只更厉害吗 但是我不能因为这点小挫折放弃 既然箱子仙女和我说线索在凋零身上 那么就必须解决掉它 可我现在都已经全副武装了 前面还是几乎瞬间被描 好想找个人来帮我啊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过 我还有一把幸运弓 我要是能射出什么稀有物品 能不能帮我解决现在的难题呢 这几件试试 一件 两件 三件 竟然弄出来一堆怪物 这也太生气了吧 可幸运方块效果差不多 解决这些怪物对我来说太轻松了 它们还有个自相残杀呢 前面这只小白最惨 被我的小狼给咬死了 OK 怪物已经倾斜完毕 继续试试幸运弓的威力 如果我能控制它的话 对我们打败凋零会有很大帮助的 来一件 哇 竟然弄出了岩浆 哎呀 赶紧剥灭 怎么什么奇迹古怪的东西都弄得出来 嗯 不放弃不抛弃 再来 哎呀 怎么直接把平台砸出一个大洞啊 还好兜兜不在 不然它肯定会笑话我的 烂摊子还是要收拾掉 有原始半砖修补一下吧 嗯 OK 状态差不多了 继续回地狱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要和凋零战斗去了 我们现在再见咯 拜拜 对了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阿阳的小卖部终于开张啦 打开手机淘宝搜索阿阳小卖部 各种可爱的小物件等着你哦 瞧瞧告诉你们 现在购买还能获得优惠券 不要告诉阿阳哦